然後她就介紹中國人的店舖打工 然後就被人騙了 KONNICHIWA NAJUDI 大家好我是NAJU 今天就決定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在日本渡過的13年時間 要說回今天的情況 今天超級超級重要 原本打算出去遊谷到寄的 但實在太熱了 所以就決定多隔幾天才出去 雖然趕著寄但也不行 太熱了 現在雖然就在日本住了13年 但其實跟以前計劃中的人生就有幾大分別 那13年不知間就過去了 人生得到了很多但也錯過了很多 但這些都是成為現在的我的重要經驗 會今天來看我這段影片的人 我想都是因為對日本有興趣 又或者考慮過來日本讀書 又或者想過來生活的人 又或者可能本身認識我的人 都看過我第一段影片 又或者第一次看我這段影片的人 都多謝大家 再說回主題就是 我在日本渡過的13年時間 其實都沒有好好自我介紹過 其實上一段影片就有選擇 為什麼我要過來日本呢 因為夢想 對日本的衝勁 想在新的地方挑戰 又希望自己生命都好 那這次就來講一下我的經歷 其實我就是 2007年的4月來日本 剛剛來到頭兩年 我首先進入了去讀日文學校 那當時就是住那些 學校的寮 寮 寮 中文是不是也叫寮寮 我已經不記得了 當我住寮的兩年時間 其實就已經換了幾個室友 即是香港人 台灣人 中國人 全部都是學校過程 那然後 大家都 都是讀日文就走那些 然後呢 日文方面 剛剛我就說 我讀了兩年時間 那其實呢 如果是一般人的時間 譬如我讀那個 日文的程度 其實只不過是一年半的時間 但我就用了兩年時間 那一來是我 真的讀書不厲害 二來其實我就 在我後半部分的時候 就因為自己的 興趣 就不斷地畫畫 即不是上課畫 但是就 留在自己的房間裡畫畫 然後就 那些成績就不斷地退步 然後就 迫於無奈 就要讀多半年 那讀完日文之後呢 就第一次自己搬出來住 當時的 時代 應該可以說 當時的時代 日本租屋就很困難 因為如果沒有保證人 很難 就是 想住到自己想住的屋 那沒有保證人 那當時就 唯有 拜託朋友的 日本朋友做擔保人 那我就很幸運 就真的找到 之後呢 我就入讀服裝專門學校兩年 那間服裝專門學校呢 其實就 可以說是 日本第一的服裝學校 就叫做文化服裝學院 那她的 因為要考進去的人都幾多 她有筆試 有面試 那當時呢 我要說回 看到好笑的事情 就是 考完筆試 之後就考面試 那時候呢 當時就是 有三個人 對三個老師 就是三對三 因為很多人考試 就是三對三 那我 進去的時候 其實呢 如果一般的話 就可能進去就是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但是我就 因為實際太緊張 那 之後我就說了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然後那三個老師 就同時呆著看著我 那時候我就想 糟了 我說錯話 好了 考完了 回去的時候 不知道會不會 因為我這樣說錯之後 就覺得我可能 我日文差 然後就不採用 但是結果呢 我就合格了 也有可能 另一個機會 是因為 我說錯話 然後留了 心印象給他們 所以就 取得我都不定 那在專門學校 到了一年半左右 畢業之前半年 已經內定了一間服裝公司 我很幸運 就是讀完書之後 就進去那間公司 一早就做了七年 之後 當時就覺得 雖然收入平穩 接著有 就是放工時間也OK 但是難得來到日本 可能做一輩子同一份工 然後就考慮自己的 將來 我就決定 轉另一個公司 就轉了 一間關於這些 動漫關係的服裝公司 就做這個市場 推廣到現在 這樣 看上去就好像很平淡 在日本生活 有很安穩很輕鬆的感覺 但其實呢 這麼多年來 當然就發生了很多事 那說一下例子 就譬如 我在日本語學校的時候 就遇到一些不好的同事 有些就問我借錢 有些就 特意弄壞了我的電腦 然後就不認數 那 也都試過發生一些很不幸的事情 接著被人抓 抓? 被人帶了去警局 之後這個就要找時間再說 因為要說就要說幾長 又又在日文學校期間 因為不太懂日文 那 認識了一位北京同學 接著他就介紹一些中國人的店舖 打工 然後就被人騙了 那最後 薪水沒得出 那我自己也有損失 大概損失了10萬日圓左右 哈哈哈哈 之後第一次搬家 又不認識日本的情況 那當時呢 那他 租屋的時候也有幾個不同的保險 已經契約了 那之後呢 但是 突然之間 我住住的時候 有很多人過來 叫我簽東西 那我那時候又不認識 那他叫我簽 那我全部簽了 然後就被人搶裝了幾個防火 那也有些收費的電影台 那樣 之後才知道原來是那些上網推銷的人 剛剛我來到 那我又不認識 那我全部簽了 那這件事其實都很好笑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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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